红红是樱桃的心肩肉 为了红红,樱桃可以付出全部 可其实,红红并不是樱桃的亲生女儿 红红出生在一个叫爱村的小村庄 当地的村民大多都是重男轻女的 可红红的奶奶不同 当时,奶奶带着儿子葛旺艰难地生活着 在发现无家可归的樱桃后就收养了她 樱桃智力低下,心肠却是特别好 奶奶家实在太穷了 葛旺又是一个瘸腿的男人 所以一直都讨不到媳妇 奶奶就做主,让葛旺娶了樱桃为妻 没过多久,奶奶去世了 樱桃并不是很懂为何家里来了那么多客人 但奶奶的离开还是让她忍不住放声痛哭 葛旺柔身安慰 可悲伤的情绪还是在樱桃的身上久久不愿散去 亲人离世,生活还是要继续过下去 葛旺是个老实宽厚的农民 白天去地里干活 回家就帮樱桃做饭 晚上是难得的休息时间 她会去村口的小卖部拉二胡 许多村民晚上都会过来闲聊 这几乎是小村庄里唯一的乐趣了 樱桃虽然智商不高 但她却意外地很喜欢小孩子 见着村里的小孩就想冲上前亲近 每天夜里,她会早早地就把狗王叫回家 为生小孩的任务努力奋斗 可惜樱桃的肚子一直不见动静 每天早晨,她都会去镜子前看看肚子 狗王就笑话她,说没那么快 可樱桃很着急 有时候,大白天的就想拉着狗王生孩子 狗王很羞愤 连忙教育樱桃,这是晚上才做的事情 可越着急,越是不见好消息 樱桃一直没有怀上 她就把家里贴的纸娃娃撕下来 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还到处去和人炫耀 大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嘻笑着说,要看樱桃的娃娃 可可王很生气 这个纸娃娃是她花了钱买来的 现在却被樱桃给撕了 她气得打了樱桃一巴掌 还把人赶出了屋子 樱桃这下无处可去了 只好在郊外四处游荡 眼看天色渐暗 她窝在了一棵大树下休息 月光透过树梢落在樱桃眼里 她呆愣愣地看着 不懂自己做错了什么 她只是想要一个孩子 许是听到了樱桃的祈祷 她一觉醒来 竟然在身边发现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红红 樱桃很高兴 她终于有了一个孩子 可望也已经消气了 看到孩子很惊讶 连忙问樱桃 是在哪里捡到的 在孩子的墙包里 葛望看到了一封信 大抵是表示 把孩子交给好心人 还留下了60块钱的抚养费 可这60块钱 能顶什么用 家里已经穷得叮当响 葛望只想把孩子送出去 村长听说了这个消息 特意来找葛望 让他把孩子好好养着 如果有麻烦 就可以去找自己求援 葛望无奈 只好把红红留了下来 可樱桃对孩子的关注太多了 晚上 为了让红红睡个好觉 樱桃把葛望赶出了房间 白天 樱桃也不再帮着葛望 赶住危机 而是一心 留在家里照顾红红 葛望心里实在不好受 有了红红 樱桃不再和他同访 时间久了 他可受不了 再加上村民们 若有若无的嘲笑 以及计划生育的规定 葛望终于下定决心 要把红红送出去 他趁樱桃熟睡的时候 把红红抱走 等樱桃发现红红不见了 追出来 正好看到葛望 把孩子交给了一对夫妻 樱桃连忙冲上去抢 可夫妻俩坐上车离开 樱桃怎么也追不上 转眼间 车子越行越远 孩子的啼哭声 就像一把把利刃 让樱桃痛苦不堪 樱桃没有回家 而是继续朝前走 他来到了小镇上 夜幕已经降临 樱桃急长路路 闻着路边摊的香味 忍不住上前 好不容易看到有剩饭 可还没吃两口 又被店家赶走了 又冷又饿的 辗转了一个晚上 樱桃一直都没有找到红红 他会拦下每一辆 经过眼前的车 试图从中找到孩子的身影 可哪有这么容易 樱桃找了几天 毫无成效 脚上的鞋都摸破了 好不容易靠在路灯下 休息一会儿 却遇上暴雨 淋得一身狼狈 与此同时 在家里的葛旺辗转反侧 无法入眠 村民们得知消息 把他批评了一通 葛旺这才有了回过的心思 第二天一早 葛旺就去小镇上找人 他四处询问 却没有人对樱桃有印象 此时的樱桃 在路上看到之前相似的车 便冲上前 抢了别人家的孩子 对方的父母当然不肯罢休 追着他跑了好几条街 樱桃没有跑太远 就被抓到了 气氛的人群把他按在地上 拳打脚踢 葛旺正好闻声赶来 连忙拨开人群 求大家原谅樱桃 樱桃还死死地抱着孩子不放 葛旺不得不告诉他 这个孩子不是红红 孩子真正的父母把人抱走时 樱桃哭得肝肠寸断 葛旺这才意识到 红红对樱桃来说有多重要 后来葛旺把红红揭露回来 樱桃又恢复了精神 葛旺也看开了 决心和樱桃抚养红红长大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 红红不再是小小的婴儿 可以帮着母亲一起感触危机 从记事起 红红就总是跟在母亲身后 樱桃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两人最大的乐趣 就是去河边的樱桃树上摘樱桃 一到樱桃结果的季节 红红每天都能吃到新鲜的樱桃 可她不明白 为什么村里的小孩子总是叫她的母亲傻子 每每她询问父亲傻子是什么的时候 葛旺就会板起脸告诉她 没有你妈妈就不会有你的今天 时间一天天过去 红红渐渐长大了 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大家会叫自己的母亲傻子了 因为樱桃确实总是做傻事 她常来学校里看红红上课 影响到课堂秩序 同学们就当着红红的面嘲笑樱桃是个傻子 老师也让红红把樱桃带回家 这些都让红红很自卑 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来 同学们若有若无地孤立红红 每天的休息时间 红红只能孤独地坐在教室里看书 羡慕同学们可以在一起嬉笑打闹 这天班里转来了一个新同学 红红孤单的心重新燃了起来 她渴望交流 渴望友谊 渴望能和新同学做朋友 可樱桃的所作所为 再一次打破了她的念想 那天 红红和新同学回到教室 就看到樱桃坐在红红的位置上 脸上是一贯的傻笑 红红觉得丢脸 连忙把樱桃带回家 晚上吃饭的时候 红红呵斥樱 不要去学校给她丢人 却被葛望训斥 然而 这些并不能影响樱桃对红红的关心 看红红做作业太累了 睡在桌子上 樱桃就把红红包去了房间 细心地帮她盖好被子 又重新回到桌前 拿起笔在红红的作业上 写着什么 可樱桃在作业本上写写画画 导致一向认真努力的红红 被老师批评 红红心中万般委屈 只能朝樱桃发火 樱桃拿出了红红之前 最喜欢的樱桃 可红红早已不是几颗果子 就能哄好的小孩子了 红红和樱桃的母女之情 自此降到了冰点 红红甚至在去上学的时候 把樱桃锁在家里 就是为了不让她去学校 给自己丢脸 可以整天没有看到窗外的樱桃 红红便总是魂不守舍 她这才意识到 自己也很在意 母亲每天的陪伴 这时候 屋外下起大雨 樱桃担心红红 没有带伞 十分焦急 可门被锁死 樱桃根本出不去 想来想去 樱桃决定 从二楼的窗户跳下 好在二楼不高 樱桃没有受什么伤 她连忙拿起雨伞前往学校 路上摔了好几跤 樱桃却没有在意 终于 放学的时候 樱桃赶到了学校 红红看着雨中 樱桃殷切的目光 有些感动 有些愧疚 与此同时 又有同学说 红红的妈妈是个傻子 红红这一次没有忍耐 而是转身反驳 却被同学推倒在地 樱桃见不得红红受伤 连忙冲上来 帮红红教训坏同学 结果这下把同学打进了医院 当天晚上 就有家长来找狗王算账 让他赔两百块医药费 狗王哪里拿得出钱来 只好追着樱桃打 一棍又一棍地落在樱桃身上 红红很心疼 连忙求着同学的家长饶了樱桃 最终 对方也心软了 只好挥挥手离开 狗王这才抱着樱桃道歉 她也是无奈 若不让樱桃受点苦 家长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红红本就因为淋了雨感冒 又因为今晚的事情吓到了 自此病得更重 樱桃和狗王连忙把红红送去了医院 好在只是重感冒 熟夜后休息几天就好了 樱桃这才放下心来 红红在医院住了几天 每天樱桃和狗王都会拿着吃食 来医院探望 每次来 樱桃都会拿出几颗刚摘的樱桃 给红红吃 直到出院 红红和樱桃仿佛又回到了最亲密的时光 樱桃天天帮红红摘樱桃 而红红也主动教樱桃写字 谁都没有料到意外来得那么快 有天樱桃外出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深夜 狗王不放心地外出去寻 可找了一个晚上 都没有找到樱桃 直到几天后 村长来到狗王家 说是在山对面的河谷 发现了樱桃的踪迹 红红和狗王都明白 樱桃怕是凶多吉少了 红红特别后悔 是因为他喜欢吃樱桃 樱桃才会去河谷摘果子 早知会有今天 他一定不会说樱桃好吃的 可惜一切都晚了 樱桃失踪了 红红后来发奋图强 考上了一科大学 他一直相信樱桃没有死 可却再也不曾见过 这个吃傻 却一心想着他的母亲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母爱到底有多伟大 大概就是明明看上去什么都不懂的人 却能够掏心掏肺的把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孩子 或许我们难以承受这一种生命之重 却不得不感叹 这是身为母亲的最崇高的天性 樱桃虽然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女人 但她一定是一个优秀的母亲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怪小妹 我们下期再见